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帮产业做转型 让大家发现香山之美 我们两颗世界是从阿兆时代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我这一代是第四代 这个中间有六七十年的时间了 这一代我是希望说 可以把我们家的东西 对 做个转型 然后又带有更多的附加价值 鱼下巴两片 好 海黄罗 鲍鱼 海警针红好了 海警针红好了 写单子给我好不好 每当夜幕低垂 滑灯初上 在新竹东门市场狭小闷热的环境里 这间不到四平大的闲壳料理店 总是挤满了爱尝鲜的鲍客 太多东西了吧 它东西很多 然后竟然还有就是 平常没有看到的鲍鱼跟单菜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鲜客 虾子 什么东西都有 因为它的分量超大 而且它价格超平 所以来这边逼顶海鲜粥 每个人吃一碗 应该都是觉得够饱了 它鲜客很饱满 很鲜甜 然后很新鲜 因为我是一个会对海鲜过敏 不新鲜的话过敏的人 然后我吃他们的海鲜 都不会补 一颗颗产地直送的带颗牡蛎 滑溜肥美 饱满多汁 经过高温蒸熟 不用任何的调味 就能吃得到单纯的鲜甜海味 我们自谈自酵的鲜客 我们把它做成蒸汽 用蒸笼的方式呈现 是因为一般外面用烤的比较普遍 烤的它的肉是会比较缩的 比较干的 但是我们想要保留 我们本身磕肉的饱满度 我们就选择用蒸汽的方式去呈现 新鲜就是王道 这道豪华霸气的海景蒸笼宴 丰富的海鲜让你大呼过瘾 谁说一个人不能来个通风餐呢 海景蒸笼里面 有我们自产自酵的鲜客 然后还有纽西兰蛋菜 然后还有野生的黄纹葛 跟纹葛 还有花甲背 以及白虾 全部都放在里面了 我们这道菜是设定给一个人来 他想要吃各样的餐点 但是他不想点这么多 他就可以点这一笼 就非常适合他们 对 就可以吃到各种的食材了 还有最让人惊艳的 是这颗手掌般大小的北美巨豪 来给你们看一下北美的 你看 很大喔 对 你看 比起来 你看肉差就很大 北美的巨豪 它吃起来的特色有没有 它的肉 尤其是它的备注 吃起来非常的Q 它光是那个备注 就可以让你咬很久了 然后它吃完之后 它会你会尝到一种淡淡的果香味 是非常特别的 非常符合我们亚洲人的口味 比一般鲜柯大上好几倍的 巨无霸生蚝 上头铺满了浓郁的起司 搭配洋葱调味 焗烤过后 肉质相当的甘甜肥厚 味道具有丰富的层次感 日常自销的鲜柯 来 欢迎参考看我们的菜单 我们的海景蒸笼 配料非常丰富 在店里头忙进忙出的 是新竹香山养科世家的第四代张翰伯 家族从事养科产业已经有七十多年 六年前他回家接棒 希望能够帮产业做转型 从产地到餐桌产销一条龙 夏天的清晨天亮得特别快 一大早六点多 顶着海风和烈日 我们跟随张翰伯父子来到翔山实地 准备开始今天的采科工作 那天的话我们是配合潮水的 所以说每天的潮池都不一样 对 像今天属于早潮 所以我们就清早就出门了 香山实地是北台湾最大的雅科场 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张翰伯的父亲张晓华 从事雅科将近三十年 是这里最年轻的科农 为了赶在潮水退之前 完成采收的工作 我们的步伐也得跟着加快 你们平常走的路线这样 对对对 其实我们现在看似没有什么 对不对 我们交机踩的事 就是我们平常车子在跑的 在压的地方 所以会比较好走一点 随着一步一步往前 潮水也越来越深 据说等等要前往了采科地点 会经过一条海沟 依照推算潮水的高度将近一米八 哎呦我的老天啊 那我过得去吗 下可以坐下 好 那你就要自己左右平衡一下 好 好特别体验 大姑娘坐花轿不稀奇 但在汪洋中被拖行 有一种海大王般的顶级享受 不过一个重心不稳 就有可能翻船 惊吓中又带着惶恐 这究竟还要走多远啊 越来越高了 真的喔 我已经快 已经快要那个水会淹到我屁股了 踢到腰了 踢到腰了喔 真的耶 大哥已经到你的胸部 快要到胸部了 对啊 大爷 大哥你要过好机器啊 就这样生的也不会再更生的 过这个竿子就可以了吗 过了竿子就要变甜了 在这边还有小的地方啊 真的是惊险一瞬间 稍不小心就会灭顶 经过最危险的那一段之后 接着还要乘坐交乏 航向海的更深处 绵延数公里的柯田一望无际 每年夏天进入采科盛产期 张翰伯都会陪同父亲一同出海 要包成这样密不通风吗 对啊 因为要防晒 防晒然后防止身体的 表面的水分流失 最主要就是在柯田穿梭的话 我们必须让长伤长库 才不会防备这个儿子割到 海水里浸泡着陶海人的辛劳与盼望 艳阳下父子俩忙着分工 张小华熟练的收起一串串柯苗 儿子张翰伯就负责在船上把它分开 陶海人除了要看天吃饭 有时还会有突发的状况 采访过程中 我们遇到船刚好游泳完了 差一点就要随波逐流了 曾经有开过没游的状况吗 第一次 第一次 对 我们其实很注意这个的 很重要 因为如果像刚门那么远的地方 又靠不到按钮没有 就一直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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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 现在是这个星踩不到的 这边很深是不是 要小心 差一小步过去就是踩不到的 快点 快点 别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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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神团逆流当中 还好有其他的采科农也前来帮忙 不然我们不知道 还要在海上漂流多久 一串串结石累累的牡蛎 大约十几公斤 这是张家父子的心血结晶 只是有时候 努力和收获不一定成正比 我们最大的天敌就是来自于 我现在手上这个东西 这是什么 这个学名叫科研螺 这个东西它本身并没有天敌 对 它螺本身没有天敌 所以它一旦来靠近我们这串额爱以后 它就是把你整串吃光以后 它才有离开 对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 一直是我们心中的一个痛 可是没办法 有时候被吃掉一半 那不是会太奇怪的事情 很想念我一半 对 无奈的还不止这些 大自然的环境改变 季节风让导致海溝未移 也常让它们欲哭无泪 你看像我们科研都是 我们这边养殖吧 都是以固定妆 打妆方式养殖的嘛 所以它蚵仔就是固定在上面 一旦它突然间在 短短几天突然晕起来的话 我们根本连要迁移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来不及搬移 你把鵝仔搬移走 它就整个被埋掉 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血就全部完蛋了 吃力不讨好的体力活 有着外行人无法体会的心酸 但这却是他们的经济来源 虽然采科的工作费时费力 几乎没有年轻人想要接手 但张翰伯珍惜着 这个与爸爸相处的时光 面对西洋产业 他有着不同的想法 因为从小像阿公阿嬤他们 有时候像我们淘海人肚子饿了 我们就是最简约方式的 就是拿我们的蚵仔下去蒸 用蒸笼啊 或者是煮蚵仔粥啊 对 这些部分 然后我想说 因为阿公阿嬤他们 早期都会这样子 然后我们吃的口味也觉得 蛮喜欢的 然后想说 既然是家里自产自小的东西 然后就用我们现在新思维把它做结合 把它带来更大的附加价值 蚵仔采收回来之后 在开店之前 还得趁空档做些潜质工作 圆润饱满的蚵仔硕大肥美 从产地到餐桌 新鲜美味零食叉 而这也是张翰伯从小到大 最熟悉的味道 在我们阿嬷那个年代 他们在祖州的时候 他们主要是只加入了 野生黄红葛的部分 然后到我们年轻这一代 我们想说 让它的味道更有层次感 所以我们又另外加入了 生洋葱 然后还有柴鱼片 然后以及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海带芽 再加高丽菜下去 让它味道更有层次感 更丰富这样 简单的一道料理 是食物真味 也是人生百味 舌尖上的美味 也唤起张翰伯 脑海里的深刻记忆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画图 然后我就是把我集中 因为从小也会跟着出海 也会即使从那个时候 还不会开始帮忙的 就会跟着爸爸他们 去看他们工作 对 然后那些画面是 我用回想 就可以用图画的方式 把他表达出来 因为从小看到大 其实像我们养科这个行业 算是一个夕阳行业 然后也后面 也没有什么年轻人 可以回来接手 现在二儿子漢伯 他就是一来就是有兴趣 然后二来也可以把这个 我们这个蚵仔 单纯的一个美食 再向他 让他对外扩展 让更多人可以品尝到 我们自家生产的新鲜的蚵仔 我觉得这样是不错的 手足传统融合创新 张汉博希望透过美食料理 让更多的人发现家乡之美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问卡 请 скорее tour